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志凯 嘉峰你好 我是嘉峰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 当然大家都是很希望 屏风的戏还可以再演出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到屏风的作品 不过我们也很惊喜 故事工厂诞生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为什么不要继续延续屏风呢 为什么要再另外展开一个新的旅程呢 当时候王悠老师有这样的决定 我想他心里面有很多 我们不能理解的伤痛 我觉得选择在这一个时间点 让屏风暂时暂停 应该在心里面他有很多的挣扎 那我们必须要尊重他的这个决定 可是当这件事情 我们被告知的同时 我也在想团里面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不管是编导的志凯 或者是形成团队的这一些同仁们 那这些人或许有些人是有梦 有些人是有能力 那这些人如果就这样散掉了 对于台湾的表演艺术界 我认为是很可惜 我就在想说 那是就这样了 还是干脆是不是有机会 透过一点点的能力 来打造一个新的家人 让这些人可以留下来 然后记得当时候网页有特别提了这个事 他说是不是就你出去开一个公司 然后让这些人继续跟着你工作 我当时候我一开始没有这样想 是因为他点了我才觉得是不是 那就把刚刚的想法跟网页的鼓励 那是不是就走这条路去看看 所以当时候的初衷其实是如此 其实那个时候月姐说 要先暂停《屏风》的演出 大家觉得很舍不得 心里面很希望说继续演吧 我好喜欢《屏风》 但是大家可以理解 不过我觉得你们的诞生 也让大家开始觉得好期待 我们可以再继续看到《屏风》的好的演出 志凯你们 那个时候成立 要成立一个新的剧团的想法 你应该很兴奋吧 对 但是就是其实在当下 知道要无限期暂停的时候 其实很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就我心里的那句话是这么说 如果《屏风》像是一棵大树 那么《屏风》就像是树上的枝叶 终将往不同的方向开展 但是我们的根永远在一起 是因为这样的理念的坚定 所以后来就跟《屏风》我们就决定出来一起继续 继续做一个新的剧团叫故事工厂 那当然你说兴奋 非常的兴奋 因为你开始觉得自己长大了 然后要对自己负责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舞台 然后你要重新开始去想 你未来要做什么戏 这个戏跟观众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心里也会很多的 会有一些压力在 这个压力是说 因为再也没有人告诉你对或错了 因为以前有个国修老师在 有个老师在是幸福的 他常说做中学 错中学 你不怕犯错 有个老师帮你找麻烦 他很挑剔的 国修老师很挑剔 但现在没有人来挑剔我了 变成我是要自己挑剔自己的作品了 所以我必须要对自己作品更严格的把关 虽然你们创了一个新的剧团 可是精神还是跟屏风很像对不对 还是很原创的 坚持原创 因为像国修老师过去 他自己做了30回作品 然后发了27个剧本 这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他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坚持原创 所以身为他的徒弟 会承袭着他的一身傲骨 脚踩台湾的徒弟写台湾的故事 其实故事灵感是源源不绝的 只要你用心去生活 然后你睁开眼睛 我觉得我呼吸道的空气 眼睛看到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我现在有这个感觉非常强烈 我说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 我都觉得我离死亡更进一步了 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好好的感受 我要好好的体验 即便是我们出去外面去 我喜欢爬山 爬山发呆 好好的发呆 我要享受发呆的这一刻 让自己放空 看看这些山林美景 嘉峰你跟国修老师相处最久 对不对 也算是 你跟他一起工作 22年 我其实一直刚刚很忍不住想要问 你有没有觉得他讲话有一点像国修老师 对啊 他都在拷贝 只是他的豆浆跟我豆浆不一样 豆浆是绿豆做的 就每个人对生活的切入的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其实志凯跟着老师学习 11年 你跟着老师身边11年 11年 20岁出头就跟老师 21岁 在大三那一年 国修老师来了台大开课 我们那时候那堂课要求很严格 以前我们大学选课都是我们自己选老师 哪里营养学分给你 赶快去念 没有 他是老师选学生 你从来不晓得说原来你要修一门大学的课 叫内门课导演食物课 你要缴交自转1500字 对 然后未来导演学习计划1000字 现场呈现10分钟导演作品 过去导演作品DVD缴交呈现 然后再来是现场口试15分钟 搞得好像是研究所的这个推荐征选一样 是是是 结果内门课 弄到最后只有7个人来报名 然后他只录取了三个学生 你就是其中一个 我其中之一 从那年开始就跟着国学老师一直到现在 他当时候的条件是 录取就是毕业 这个门槛太高 条件太严格 你可以进得来 应该就可以出得去 他非常严格 正在他身边 11年 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一句好 从来没有 所以他对你越严格代表越爱你 所以后来老师每次在念我的时候 他说他爱我 是要爱我 他对你 是要爱我 对你 是要爱我 对你